哈喽大家好,我是发拉一小伙,好久不见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记得转发评论点赞 弹幕投币收藏哦 因为如果不多互动的话呢 那么系统就会强行把我们两个的网络起源给剪断 我们从此消失在彼此的网络世界 为什么会有这期视频呢 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然后他在小某书上圈了一下我 这个人他写了个帖子 然后这个帖子的标题叫做 按摩一周见效,拒绝大下恶骨 他缺我是什么意思 他是写我脸大吗,写我脸方吗 不好意思,我自己都不写我自己方 而且像这种什么狗屁,威者剑 我是不会买的,死了这条心吧 帖子的内容就是 我本人是一个脸很宽,脸很大的丑小鸭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款磨骨精油 然后我用了它之后我就 哇,我的脸就变得好小了 然后就是肉眼可见把我的骨头给磨小了 然后我在那个APP上搜了很多 发现哇,真的这种东西泛滥耶 到处都是卖这种东西的 而且真的下面有很多妹子是 真情实感的在求她 问那个地址,问哪里的购买方式 然后那个人就会说 啊,这个是我在实体店买的 你叫我微信啊 其实那个人就是店主好吗 就是欺骗无知上女 所以当时我就暗自下了决心 这个视频我一定要拍 所以本期视频呢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前面所讲的那些微整精油 它为什么是瞎扯淡 第二部分就是 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方脸得到改善呢 第三部分就是骂人 好,那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微整精油 呃,其实像这一类的产品啊 它可能会有一千个名字 对,可能叫微整精油 可能叫瘦脸精油 可能叫V脸神器 也有可能叫什么轮廓改善精油之类的 反正就是 有一千个名字 首先,这个世界上 除了整容销骨之外 是没有办法把你的下额骨给弄瘦的 这个你们都知道吧 但是呢,有的妹子确实是不知道 她真的以为那个微整精油 就是微整精油,你知道吗 就可以帮到她 但是你要知道 把骨头磨小 这不是微整啊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那些专业的整容机构 他们每年都会出现那么多失败的案例 它的难度可想而知 更何况你这一瓶小小的 不知道从哪里搞过来什么狗神 当无微整猪油的 如果这种所谓的微整精油 它真的有用的话 能瘦下来的根本就不是你的腮帮子 首先是你的手指啊 你的手指和腮帮子 这个骨头相比 简直是太小了 你每天按摩的时候 那首先把你的手指给磨没啊 真的是 好荒谬啊 而且像这种微整精油 我就上网搜了一下 大部分的 它的成分写不明白 作业原理写不明白 它只是会写一大段店主的肺腑之言 就是 哎呀我们这个精油是什么高科技成分啊 之类之类之类的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反正我用了是有效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你也可以试一试 像这种东西你真的敢往脸上用吗 我不是在弟子精油啊 因为我知道 精油它是一个好东西 就我是说真正的精油 好的精油啊 它是一个好东西 它在帮聊界也有很重要的地位 我今天说的这些精油 都是三无精油 微整精油 夸大其词宣传 欺骗那些不知的少女的精油 好吗 我在搜索这一类东西的时候呢 我还发现 不光只是有瘦下去的精油 还会有龙起来的精油 什么龙鼻精油啊 让你的山根砰起来 然后还有什么扩眼精油 让你就开眼角一样的效果 我的天哪 关键是这些东西 它们的销量还贼高 都是上千上万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买这些东西的人 你们都疯了吗 看到这些东西 它们的销量那么吓人 然后我当时就变成了耳琴 你知道吗 魏银洛你疯了吗 你醒醒啊魏银洛 真把这种东西当神油了吗 按一下脸变小了 再按一下胸变大了 净咕棒是吧 可大可小可醋可戏 还可以上天是吧 确实会有很多妹子 就是因为对自己的脸型不满意 所以才有点像病急乱头衣一样的 就会去买前面说的那些 微整精油啊 什么销骨精油啊 之类的这种狗东西 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像我们这种发帘妹儿的话 可以从哪些方面去稍微改善一下我们的脸型呢 还是要分不同的情况来看的 像方脸的话 一般就是分咬肌型方脸和骨骼型方脸 骨骼型方脸的话呢 我刚才说了 除了去整容肖骨 别无他法好吗 但是肖骨是一项难度非常大 风险非常高 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听姐妹一句劝罢了 好吗 那么咬肌型的方脸呢 还是有救的 像姐妹我就是骨骼型加咬肌型 就上天特别的眷顾我 咬肌型的方脸呢 基本上改善的方法呢 就是下面这些啦 首先呢你可以去专业的医美机构 去打瘦脸针 把咬肌打小 是去医院打啊 去机构打 不要自己在家里打好吗 因为我看 看见淘宝上有卖那种瘦脸针剂的那种东西的 然后他们的广告词就是 在家也可以打个瘦脸针 然后我到时立马又变成耳琴 你疯了吗 然后呢还是可以去学一点 就是比较系统一点 靠谱一点的那个瘦脸操 这样可以促进淋巴循环 还是会有一点点用的 但是呢要不断的坚持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会有一些妹子发帖 然后就下手 就自己狠狠 就吓得狠心 就是一直坚持一直坚持 然后按这把脸 按小的那样的也有 在饮食方面呢也要注意一下 像我们咬肌就已经这么大了 对吧 所以说平时不要嚼难嚼的东西 不要嚼那种硬的东西 跟健身是一样的道理 你越是嚼那种硬的东西 难咬的东西 那你肯定啊 你的肌肉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然后你的肌肉肯定会长得很壮 对吧 而且吃东西的时候呢 也要左右两边都要照顾到 要鱼路均沾 对 就是左边嚼碗 右边嚼 就不要老是嚼一边 不然的话会大小脸 然后咬肌一边大一边小 就非常的不好看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方法了 就是一个不算方法的方法吧 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多笑 你一笑起来 你的下巴就尖尖了 对不对 然后就这样纵向 把你的脸拉长一点点 然后又尖尖这种感觉 去削弱你旁边的这种 方方的感觉 就笑起来 有的时候 如果我不笑的话 别人就以为我在生气 但是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真的 我不是在生气 没有 然后 但是我一笑的话呢 就会好很多啊 一笑的话就 你看这个下巴是不是 就显得 脸是不是长了一点点呢 就显得没有那么宽宽的呢 就会没有那么方方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毕竟 你笑一笑也没有什么坏处嘛 对吧 然后还有最后一种方法 厉害了 是这么多年以来 我觉得最有效 最有用 最容易坚持 人人都能做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 心理暗示法 提一下很开心 在这里 我希望每一个方脸妹儿心里有一杆秤 就是 一个公式 不是秤 对不对 一个公式 对 脸方等于 好正 好正 就是什么 好正就相当于你这个人是个亮妹呀 就是你这个人很正点啊 就相当于是正点辣妹啦 对不对 脸方等于好正 等于正点辣妹 好不要脸哦 但是我觉得 就是脸方就方 这个三方子大就大呗 反正这样露出来也没有什么 对吧 其实我录这个视频呢 是有点不理解和有点生气的 现在关注我的人很少啊 但是 基本上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是跟我一样的脸型的 然后你们也是因为认同我的观点 你们才会关注我吧 对不对 但是即使在这种认同之下 有那种微商 什么卖微整精油呢 在我的视频下方打广告 还是会有人去问 去找人要链接 在哪里买这个微整精油 还是会有人去相信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这个是骗人的 还是说在那里麻痹自己的内心 然后去问那个人要链接 在关注我的妹儿中 还有这些妹子 想要试图通过这种三无精油 去把自己的脸魔兽 我就觉得好生气哦 就是你们千万不要再去问了 而且你们也不要自己去淘宝上 搜那种什么微整精油 微脸精油那些什么东西了 如果我在那个产品的评价区 还有那个购物记录 我看不到购物记录 反正是如果被我发现了 我就要生气 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希望 不要买那些 就是没用 并且有可能是三无的那些产品 还不如去花点钱 买眼影买口红 对吧 打完自己也多好 这些无用功就不要做了 真的 好那说了这么多 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我 并且给我进行一条龙服务 对这样 让我们的网络情缘 更加的深刻好吗 好那本期视频就